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助選活動上遭槍擊身亡 引起國際哗然 但大選照常巨星 各黨派助選活動也不受影響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9號馬步停蹄前往山里 喊新戲演說 不過現場為安明顯加強許多 不只特勤人員站在岸田正後方 並隨時戒備各方狀況 而網友也拍到在岸田演說時 明顯有大批警力 現場更設置金屬探測器 日本參議院選舉在10號早上舉行投開票 這次將選出125席 其中75席由45個選區選出 其餘50席由比例代表制產生 根據日本独卖新聞 在1號到3號所做的民調 自民黨有望贏得60席 加上結盟的公民黨 非常有機會取得過半數的席次 再加上安倍遭到槍擊身亡 同情票應該會大增 而在這次選舉之後 日本三年內沒有表定選舉 岸田也應該有足夠時間 追求他理想的政治目標 包括首次修訂和平憲法 不過自民黨內派系伶俐 目前以安倍派人數最多 擁有94位國會議員 佔了全黨的四分之一 和現任黨魁也是首相的岸田相比 其實安倍的實際影響力更大 而安倍奏勢派系內又沒有接班人 勢必會帶來衝擊 有分析指出 這也會對黨內權力平衡 早晨震盪 自民黨內可能會出現全力洗牌 記者廖宇總和報導 旺旺水晨它是微酸性電子次律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過於緊張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適用 所以這個非常慈禧 歡迎大家來上快點購 物化器還有生成機 都給他買起來 當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碼 可以享有優惠